官方的人来呢 就是来检查一下 就告诉我什么原因 然后呢 觉得很简单的一件事情 能不修就不修 然后呢 假的那个来了以后呢 一上来就是说要换主板 要换大件 这样的对比 让胡阿姨气不打一处来 她家在杭州上冲区 4月15号 这台西门子冰箱一直发出滴滴滴的提示音 显示板也不亮了 胡阿姨说 当时她上网搜索关键词 杭州西门子维修 查到一个400电话 还以为是西门子官方售后 联系之后 对方立马安排了维修工上门 这一点多一点 她来了 来了以后呢 她一修一看 她说那是这个主板问题 她说是主板问题 她问的 要换一个主板 主板多少钱 她问一千多块 我说一千多块嘛 一千一也是一千多 一千九也是一千多 胡阿姨说 维修师傅查了一下手机 给出了一千八百七十元的报价 当时她也没有多想就同意了 这个换的时间 我打个电话给儿子 我跟儿子说了 儿子找到了官方网站 然后官方网站有一个人呢 刚好在我们附近 刚他走了以后 他上来了 他一听我们的情况看了以后 他说跟我们这个小区里面有一个巴掌 里面也跟我们是同样的情况 就是这个呢 有一点点受潮了 天气潮嘛 有一点受潮了以后 被这引起狙狙在叫 然后他说叫电吹风吹一下就可以了 跟主板呢是没有毛 没有关系的 他这样说嘛 我心里觉得好像有一定上当受不天的感觉 胡阿姨说 当时又想起来 前面那位维修师傅还拿走了换下来的主板 发票也没有开 当时赶紧联系对方 要求拿回主板和开发票 第一个上门的维修师傅没有接电话 记者发去了短信 发稿前没有收到回复 胡阿姨又拨打了当时的那个400电话 师傅还没联系您 没给您退回员件是吗 对呀 他也没给我发票 好的 我这边帮您登记 让专员安排师傅跟您联系 跟您处理好吗 我跟你说 你们已经这个话已经说了好几天了 没有的 女士 因为我们只是负责登记 我们也只是客服解决不了您的问题 还是要反馈给专员去给您解决的 哎 您好 哎 您说 哎 那个想问一下您是官方西门子电话吗 我这边是西门子专修电话 专修热线的 是官方电话吗 这个 我们这边不属于官方售后的 客服说 他们是西门子专修 记者追问是不是官方 对方再说不是西门子的官方售后 胡阿姨的丈夫告诉记者 其实他经常看我们1818黄金眼 妻子打这个400电话的时候 他还提过一嘴 我说不要假的 然后他会真的 叫他上门来再说看看 那么两个小伙子进来以后呢 手脚呢也比很粘便 一进来把冰箱推出来以后呢 就是检查一下 他们话说呢很专业 那么就不由不得我们呢 就是相信他了 其实后来找了找 在这台西门子冰箱上 就标注了官方客服服务电话 发稿前 胡阿姨还没有等到所谓的专员反馈 她也想给大家都提个醒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 发稿前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